阿们 众学圣面我们开始上课 我们来看12章 教会的代祷 第一节到24节 在12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祷告的功效 这祷告真的是功效很大 教会为什么要代祷呢 为什么代祷 第一个 会传福音来祷告 这个我们讲语里面好像有印错了 是12章不是第4章 我打字的时候打错了 12章 会传福音有没有 12章不是4章 有没有是12还是4 12 12 那我都没有改 你们改过了 好 我们看第一节 12章第一节 那时西律王下手捕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洗完这事 又去抓拿彼得 那时正是除效的日子 那个 彼得 约翰 雅各 他们是传福音的主力 他们到处去传福音 那么结果这个西律王 他把雅各抓来杀了 杀了之后 又去抓彼得来下奸 也准备在除效节之后 把彼得给杀了 这是 这个 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是一个阻碍 是一个阻碍 因为 所以两个主要同工 主要工人 雅各跟彼得 一个被杀 一个被抓 被关 所以整个福音工作好像就快要停顿一样 所以难怪这些教育的信徒会担心 因为这样子 福音的工作就没有人来做 因此他们就会 传福音的工作来祷告 第二个 为了西律的捕害来祷告 第二节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然后又去抓彼得 这些是从哪里来 从西律苦害工人 为什么西律会有苦害工人 因为西律想讨好犹太人 为什么西律王要讨好犹太人 因为西律王他所管辖的是犹太地区 如果这些犹太人能够好好听他的话 他就能够在王的位分上能够做好 不用去担心犹太人会来生乱 所以虽然他是西律王 但是他如果能够讨好犹太人 犹太人就听他的话 不听他的话他也很难管理 他看到他杀了两个 那些犹太人很喜欢 结果他想说既然这么喜欢 那我就把彼得也抓来吧 让犹太人更喜欢 犹太人就会跟西律王就更密切 管理起来的话就更方便 更方便 这是西律苦害神的工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让他在管理上更能够便利 不至于受到更大的阻挠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犹太人的阴谋 犹太人的阴谋 他们想要借着西律王的手 来杀害或者是捆绑 或者是阻碍 这个福音的工作 这是犹太人的阴谋 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当时候的教会 虽然想要拓展福音的工作 但是呢 有很多自爱难行的地方 当中一个就是来自西律王的一些主党 这是政治力介入宗教 政治力介入福音的工作 所以雅各牺牲了 这个雅各是十二个门徒的雅各 彼得现在也被抓了 现在整个教会里面就失去了重心 对教会来讲是一件大事 因为这样子 所以教会的信徒就切切的为他们祷告 目的是能够让神的工不会因为这样子受阻挠 神的工人也不会因为西律王的苦害 而更多人被关被杀 这是代祷的原因 那第二个呢 如何代祷 在那里代祷呢 我们看 请看这个十二节 想了一想 就往那称呼 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他们祷告的地点是在教会 这个教会是谁的家 玛利亚的家 可知啊 当时候的教会 不像现在的教会是独立在一个地方的 他是在某一个人家里 当作是众人聚集的一个地方 就称作是教会 那当时候 彼得被抓的时候 他们众人都聚集在哪里 聚集在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家里 就是玛利亚的家里 他们在那边聚集祷告 那怎么祷告呢 第一个他们切心的祷告 我们看第五节 于是彼得被关在监牢里 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切切就是很切心 惑切的意思 祷告非常惑切 当一个人遇到了困难 或者是有些事情 没有办法靠人的力量解决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能够体会到 只有靠神的能力 他才会切切肯切地来祷告 当时候约翰被杀 雅各被抓 就他们的力量来讲 他们根本不可能来救彼得 他们只能够束手救福的 束手救勤的 彼得等着时间到被抓出去砍了 那信徒只能做的 教会只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为他祷告 既然只能够做为他祷告的事情 那就切切地祷告 很肯切地祷告 那这切切地祷告才能够产生功效 第二个 同心的祷告 我们看12节 想了一想 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爹 和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就是同心的祷告 不是说你祷告就好了 我不用祷告 还是我祷告就好了 你不用祷告 教会里面有了那么严重的问题 圣工被阻碍了 工人被抓了 这是件大事 所以教会的同工 教会的信徒 就不能够说你 我 他 这样是分心的 没有办法同心的 这个时候 教会的所有信徒 他们都到哪里 他们都到教会去 那时候的教会是在哪里 在玛利亚的家 做什么 不是在那边东加长西加短的 不是在那边讨论什么事情 也不是在那边束落什么事情 而是在那边同心合意的 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人的力量有限的时候 才懂得完全依靠神 所以你看这些教会的信徒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力量 怎么能够跟王比呢 怎么能够从王的手中 把彼得救出来呢 雅各已经被杀了 再来就是彼得要被杀 所以他们真的无能为力了 这个时候他们才 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下功夫 切切的祷告 同心的祷告 希望神在这件事上 能够拯救他们 让他们脱离西律王的城 让彼得能够从监狼里面出来 让彼得能够继续再传良 这个救人的福音 让教会能够继续的成长 这个就是教会代导 为什么那么切切 为什么那么同心的一个理由 所以有时候教会遇到一些问题 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逼迫 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反而能够借着教会所面对的问题 让所有的同工 所有的信徒都能够便利 切切地跪下来祷告 都能够便利 因为教会所面对到的患难跟困苦 同心合一的祷告 那这种切切的同心合一的祷告 才能够让教会重新的 在事况上站起来 所以有时候有一句话说 塞翁师玛焉之恢复 塞翁师玛焉之恢复 就是说了解这句话吗 塞翁师玛焉之恢复 这是一句成语 就是说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讲给大家听 就是说有一个 在塞外有一个富翁 这个富翁很有钱 很有钱 那后来 他的 塞外大家都是养马 养马什么的 所以那个 塞翁有很多 但是有一只他最喜欢的马 后来这只马 就跑掉了不见了 他心里很难过 这只马那么好 为什么跑掉了呢 他难过了一段时间 想不到 经过一段时间中 这只马又回来了 不但回来 又带了一只好马回来 他好高兴 为什么高兴 因为我的好马回来了 又带了另外一匹好马回来 他高兴得不得了 我原来以为 我这只马已经吃掉了 想不到 他又把一只好马带回来 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的儿子 就骑着这一只 带回来的好马 去玩 骑着骑着骑着 还没有高兴完 想不到这个儿子 他的儿子 就从马上掉下来了 哎呀 就把他的大腿掉断了 他很伤心 早知道他的马 不要回来就好了 一回来 带了这只马回来 我儿子骑上去之后 竟然把我的儿子的腿摔断了 哎呀 这马不要回来 就好了 不然我的孩子的腿也不会断掉 那伤心没有多久呢 哎 发生战争了 那发生战争呢 就来要 要那个年轻人去当兵嘛 去打仗 结果到他家来 要那个 年轻人去打仗 就看到他儿子 哎 你儿子怎么会去打仗呢 他儿子为什么会去打仗 因为他儿子 脚断了 不能打仗 哇 他很高兴 还好 我的好马 把那只马带回来 让我的儿子上去骑 骑了之后 掉下来脚断了 所以不用去打仗 不然的话他可能就 暂时杀场了 这叫塞翁斯马银子 好像这一条马失去了 哎呀 怎么这么不幸呢 想不到不久之后马回来了 马回来之后呢 孩子摔断腿了 以为哎呀 怎么那么不幸呢 还好 刚好遇到打仗 我的孩子因为腿断了 没有去打仗 没有死掉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 不好的啦 但实际上是好的 一样的道理 看起来好像就要遇到这个患难 是不好的 但是谁知道 只要我们面对它 只要我们相信主 不好的环境 在我们心心里面 有可能是变成好的 有可能是变成好的 所以重点不在我们面对什么环境 重点是在我们用什么心来面对环境 当时候使徒被抓 使徒被杀 环境很恶劣啊 什么时候要被抓哪一个不知道啊 好像不好对不对 大家也都不晓得 这种环境嘛 但是啊 后来呢 后来却因为这种环境 造就了教会 切切的为他们祷告 东西的祷告 结果就有这一个那么大的神迹出现 安慰了所有信心的心 那么信心就增长了 信心就增长 他们体会到什么 体会到说哎呀 原来祷告这么有功效 信心就增长了 所以塞翁施环 塞翁施环 丢掉了一条环 哪里知道不是福气呢 哪里知道 原来丢掉这一只环是福气啊 本来是不好的 但是变成好的 这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啊 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应当有这种认识 不要屈服在环境的恶劣里面 不要怕环境 应该是怕我们自己的心 应该是要怕我们自己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不变 信心不改变 怎样的环境啊 都能够造就我们 有一句话说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就这样子 一个人在忧患当中 他能够得生存 一个人在 安乐的时候 可能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没有去警醒自己 反而就掉到陷阱里面死掉了 所以忧患大家都不要 但是却能够叫我们得生命 安乐大家都要 但是叫我们怎么样 渐渐的走向死亡 所以有时候教会有一点点问题 对我们来讲也不错 考虑我们 观虑我们在信仰上能够成长 好 第三个 彼得很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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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第六节 第六节 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冰钉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这是彼得的安然 一个人如果守住道理 一个人如果对信仰有盼望 有信心 一个人如果没有做对不起神的事情 一个人如果能够忠心禁止 即使他面对在个人生命财产上的危险的时候 他都能够体会到像彼得一样 明天要被抓出去砍头了 今天还睡大觉 晚上还睡大觉 睡到天使来叫醒他 他还以为他在做梦 可见他是睡得很沉 明天要被砍头了 今天如果我们被抓了 他告诉你明天你要去砍头了 你晚上睡得着家吗 难喔 我是肯定睡不着的 是害怕 对着害怕 很害怕 人都有这种软弱 但是彼得 我就是非常 非常对彼得安然 能够睡得那么安然 信心特别的大 特别的大 明天要被抓出去砍头了 还睡大觉 睡到天使叫他 他还不知道是天使叫他 他还以为他在做梦 天使已经把他带出到外面去了 他才醒过 我怎么在外面 我不是在里面吗 怎么现在在外面 他还不知道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彼得当时候非然明天被杀了 但今天他的心 非常的平坚 我们可以看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他在信仰上就成功了 没有什么害怕 没有什么害怕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想一想 用这个来简离我们自己 简离我们自己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到患难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做信心 什么叫做交托 什么叫做盼望 没有遇到这一些经历的时候 我们只会在讲台上宣告说 我们要有信心 要盼望 要爱心 没有遇到都很有信心 大家都很有信心 我自己遇到过一次 我真的才体会到说 讲台上的信息真的很好讲 讲台下自己要交托有信心的 真的是要做到蛮难的 有一次我大女儿 她感冒发烧了 但给我那天晚上真的很奇妙 我是觉得是主耶稣 给我考验的一个大好机会 那天晚上下大雨 台风下大雨 哇 那个风真是超强 那个雨真是超大 真的没有办法开门出去 送孩子到医院去 那时候我自己驾车 没有办法 很大的风很大的雨 哇 真是很大 那一次又做大水 我们叫淹水 淹得到差不多这么高 哇 很大的雨 那我白天的时候 我那个女儿大概三岁多 那时候差不多三岁了 她很喜欢玩水 所以有点雨 她到外面去玩水 那结果就感冒了 不知道 大人不知道 那不知道之后 晚上睡觉就发烧了 哇 我会跟她量 哇 39度多啊 快40度了 哇 她说好急啊 赶快就把她送进医院 不然的话 万一那烧过头了 把头烧掉了 不是烧掉 烧坏了 我说养一个笨笨的女儿 我很担心 那时候我进 怎么办呢 我跟我太太商量 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去 没办法 因为风雨太大了 送不出去 然后我就想 主义书啊 难道你是要考验我吗 又这样子 你要考验我应该是 让我感冒 不是让我孩子感冒 是好的 让我感冒的话 哎呀 我还不会那么担心 让我女儿的感冒 哎呦 简直是要我的肉 要我的心 要我的肝啊 哎呦 我是很痛苦啊 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讲 你不是当传道吗 不是 我是当传道啊 我看你在讲台上 讲道都很会讲耶 要有信心 哎呀 你看看 你看 现在换你了 主耶稣考验你看 有没有信心 我那时候被他叫醒 好像有拿一根铁锤 从我的头上敲下去 要有信心啊 我那时候我才知道说 哎呀 要有信心 真的不那么简单 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 这样子 既然 我们能够做的 都没有办法做啦 我们真的只有这条路 就是靠耶稣 所以我就 读了一段圣经 我跟大家读 这个是读了一段圣经 读了一段圣经之后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们现在祷告 祷告 祷告到孩子冒汗 热退为止 我就跟我太太讲讲 我没有信心 祷告到我们的孩子 没有吃药 发热汗 照这个为止 他还说 当然要祷告啊 这是我们的孩子啊 我平行已经祷告了 那时候已经不管外面的语度 他那时候已经水已经进到 进到 进到 进到房子里面 水已经进到房子里面 孩子一直在下雨 他们就不管了 管他 房子 房子淹走了也没关系 我的孩子能够活最重要 那个肺也能够烧 床上祷告 他一直祷告 他一直祷告 哇 祷告多久不知道 那时候已经把整个心 都放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结束能够开路 因为孩子他发烧 如果不然一直烧太高 一直烧上去嘛 刚开始聊的时候 38度39度 越来越高 最后一次量是39度8 39度8 是这个温度 这个异温是39度8 如果 刚温如果是口温的话 可能是超过40度 我那时候很害怕 一直打告 打告不知道多久不知道 打告到 我停下来 为我的孩子暗声 停下来的时候 一看 冒汗了 那时候我心放下来了 为什么 冒汗就是热退 热退才冒汗 所以发烧如果 汗流出来就是热退 你摸 感谢主耶稣 我再跟他聊 37度半 那时候我放心 主耶稣 你这次考验到 我真的体会到 信心不那么简单 这是第一次我考验到 所以我那时候 在这件事情之后 我在讲道的时候 就体会到 信心不是那么简单 平常的日子 我们可以大谈扩论说 我们要有信心 但是真正当一个人 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 你要拿出信心 那不那么简单 所以我后来又看到 十字心脏 彼得的这种信心 哇 真的不简单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追求的 所以他虽然被抓了 明天要被杀了 他竟然能够安然睡觉 安然睡觉 这就是彼得 他盼望坚定 信心坚定 信心坚定的一个节目 所以一个人 如果真正信心好的时候 他应该也能够 面对任何患难困難的时候 能够站得住 而且能够非常安靠 这是彼得 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再来第四个 拜祷的火效 我们看第七节 十二章的第七节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 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肋旁 拍醒了他说 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 树上带子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天使又说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做的事 真的只当做见了异象 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了邻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过来说 哎呀我现在真是到主 我们拆见他的使者 救我脱离犀利的手 按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这就是祷告的结果 天使来了 天使来了 他一醒他 叫他快快起来 他一醒过来 铁链就掉下来 也不用锁 不用钥匙 我们要开这个门的钥匙 每天都要开 铁链就掉下来 经过了第一层门第二层间 又到了这个 靠近外面的一个最后一门 门自动打开了 彼得说 彼得没有以为 彼得把他当成是真的 哎呀再看一项 看一项 看一项 但是出来之后才知道 哎呀我怎么在外面呢 他醒过来了 醒过来 所以你看他睡得多沉 睡得非常沉 醒过来之后才知道 哎呀有一句话说 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死者 我现在才知道 那时候出来醒过来才知道说 哎呀原来是真的不是假的 不是看一项是真的 这就是什么 祷告的结果 代祷的果效 所以代祷如果能够切切的 如果能够这个同心合一的 在教会里面祷告 他是能够产生极大的功效 就好像彼得啊 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教会为他切切祷告 同心祷告 那主差遣死者 从监牢里面把他救出来一样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彼得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十二节 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 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 出来探听 听的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 跑进去告诉众人说 彼得站在门外 他们说你是疯了 使女吉利的说真是他 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的敲门 他们开了门 看见他就胜惊奇 彼得摆手 不要他们作声 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间 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汉中弟兄 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到了天亮兵兵扰乱得很 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 希律找他找不找 就神问看守的人 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 后来希律离开犹他 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 这也是讲到 这个彼得出间之后 他就往马利亚家去 他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彼得向众人做见证 他吩咐他们不要作声 然后就记载那些本来看守 彼得的人就被希律王给杀了 彼得就被救出来 彼得就被救出来 后来希律王就死了 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因为他不归荣耀典神 所以他死了 二十四节那边讲 我们看二十四节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说 虽然神的功能被抓了 但是神却没有 让这个道怎么样 限制住了 反而怎么样 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这是代祷的果效 代祷的果效 所以圣经上讲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保罗为道被捆绑 但是他说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从彼得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一件事情 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虽然神的功能被捆绑 但是神的道日渐兴旺 日渐兴旺 非常的兴旺 这就是教会代祷的果效 所以教会很多事工 虽然需要人做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一批代祷的手 一批代祷的手 这些教会的代祷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有人说 哎呀我在教会里面年纪大了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有没有什么功可以做 我们可以告诉他 教会里面最大的功 莫过于代祷的手 我们不能做什么 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在教会里面多祷告 多祷告 有一个弟兄他生病了 年纪也大了 躺在医院里面 那么教会领悟大会的时候 船道去看望他 然后他就跟船道讲 哎呀船道我年纪这么大 又躺在医院里面 我什么功都不能做 现在教会领悟了怎么办 我都没有做工啊 怎么办 那船道就跟他讲 你也可以做工啊 他说我躺在床上怎么做工呢 教会领悟我不能够去帮忙啊 他说你可以做工 做什么工 祷告的工 在家里面祷告 在床上祷告都可以啊 祷告的工啊 有时候比做其他的工还重要 你看摩西的祷告 约书亚带了以色列百姓 跟亚玛利人打仗 圣经怎么说 苏埃及记十七章那边说 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祷告 以色列百姓就打圣 摩西什么时候手栓放下来 以色列百姓就打败了 所以那一场属灵的战争里面 真正胜败的关键在哪里 在那一支祷告的手 后来亚伦跟富尔看到了 哎呀原来这场战争是看摩西的手 祷告的手 是举起来还是放下 所以亚伦和富尔很聪明啊 就办了一个制度给摩西做着 一个富右手一个富周手 让他手不要放下 以色列百姓把他们打到落花流水 打圣地啊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教会里面 我们不要轻看弟兄当中的那一支祷告的手 很多工人都是需要有很多支持祷告的手 传道人他可以去传民 但是他更需要我们为他祷告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专职同工 专职的工人 我们为他们祷告啊 让他们更有能力啊 让他们没有厚乎之忧 就好像那些信徒为彼得祷告一样 彼得的手被关起来啦 不能传不晕啦 怎么办 为他祷告啊 我们看见同工软肉啦 为他祷告啊 让他刚强起来啊 祷告的力量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带导 那种产生出来的那种力量 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需要去学习的 一个教会祷告的生意如果不断的话 这个教会一定发展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到 我们祷告的时间不够长 不够多 不够多 我们有急重的祷告 有个人的祷告 定时的祷告 像有些人他们就有定时的祷告 我们每天三次祷告 九点 十二点 三点 这祷告非常重要 而且是长时间的 就是说 不是今天这样 不是一个礼拜这样 不是一个月这样子 是一直下来一直常常这样子 祷告是不可间断的 我们不要随便跟主耶稣请假 主耶稣我今天跟你请假 不要祷告 请假 跟主耶稣请假 我们常常跟主耶稣请假 有时候还没有请假 就不祷告了 旷课 祷告旷课 主耶稣会跟你讲 对不起 你旷我们课 我恩典也旷课 你跟我旷课 我也跟你旷课 我不知道是我们要求耶稣 还是耶稣要求我们 对不对 你不要说耶稣你怎么恩典不给我 你都旷课了 我要给你 所以我们打败一定有这种认知 我们是在求神的 不是神在求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要多多领受 神更多的恩典 我们应当要向神不断的祷告 这是很重要 小孩子也是一样 多祷告都有能力 少祷告少有能力 不祷告就没有能力 我一个儿子 老二是儿子 我三个孩子 老三是女的 我总共三个孩子 吓一下吧 我老大已经 快跟我一样高了 女生 166公分 他喜欢打篮球 吃也不少 他都快把我吃垮了 他很高 那我老二 老二是少他三岁 那个男的跟我比较像 以前的生产 比较像是比较小 比较矮小 那 我们都住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跟他讲 你住在教会里面 要有好榜样 然后 那个 那个 教会有步道会要去 邀你的同学来听道理啊 邀你的同学 或者你的朋友来教他听道理啊 他听我的话 所以他每次都会打电话 邀请他的同学 那有一次啊 我刚好从那个 从那个 从外面回来 那我就听得起 过我的房间里面 怎么会有人 有人的声音 我就看看是谁 诶 我的儿子在打电话 在我的房间打电话 我想说 是不是打给你朋友啊 我一直不打扰他 在那个门口 他没有看到我 因为他面向窗户 我在那个门口 他没有看到我 然后再听他在讲 越讲越起敬 我生气 打给谁啊 他讲讲 讲到后来就跟他讲 讲说 我们教会有福大会哦 那你要来听 然后那个 对方讲什么不知道 但是我在想可能 对方有困难啊 可能跟他讲说 没办法啦 那几天我没办法啦 我妈妈不要什么 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跟他讲 他说啊 有困难没有关系啊 你可以祷告主耶稣试试看啊 祷告主耶稣试试看啊 诶 说不定 主耶稣帮你的困难解决了 那你就体会到主耶稣 哇 真的很厉害啊 我的困难都帮我解决了 你可以打告看看啊 那我叫你打告啊 你第一句念奉主耶稣试试试试试试试 然后一直念哈利维尔在那边主耶稣试试 你要跪在床上哦 你要锁合起来眼睛闭起来 真真打告啊 主耶稣帮你开路哦 我在这个窗户里面 不是 那个门口那边看 哇 快要掉下眼泪了 我的孩子还能够穿晕 然后后面他就跟他讲一句话 他说你要祷告 多祷告 多有力量 少祷告才有力量 如果你不祷告就没有力量 这个孩子 我的孩子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纪 很安慰 一直安慰到现在 小孩子如果常常带他到教会里面 他就会学习这个 所以我们不要有这个小孩子还小不懂 我们是先不要到教会里面来 等你长大之后再来 长大之后他就不来了 长大之后他就跟你讲 爸爸你去就好了 我不去 你再想叫他来很难 小孩子在你还抱在手里的时候 就要常常抱在教会里面来 让他习惯这种教会生活 不要怕他吵 主耶稣在团圆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吗 好吵喔 要主耶稣为他按手祝福 对不对 那这门徒就 干什么 小孩子走开 主耶稣要休息 走开 主耶稣说 责变他这门徒 怎么叫小孩子走开呢 叫他们到我面前来 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 所以那些小门徒来 一个一个主耶稣给他们按手 按手 按手 祝福 为什么 因为在天国就像这些小孩子一样 所以我们带领我们的小孩 就是要从小他还不懂事的时候 让他到教会里面 习惯这一种教会的生活 在潜移默化当中 在听道理当中 即使说这一场道理他只听到一句话 蛮多的价值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带 不管他多小带 当然我们要管理一下秩序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的秩序不是很好 东加长西加短 这边的舌头还比那边舌头长 这边也长那边也长 长到后来就很吵 教会的秩序一定要管理 小朋友是可以教的 可以教的 你不教他 任凭他 到后来他都以为这样也没关系 可以 所以他在聚会当中就乱跑 乱叫 乱跑 没有秩序 小孩子在你旁边你要教他 现在是聚会 聚会时间有一个小时 你要讲话 不要乱跑 一个小时之后 你可以到那边 这是可以教的 一次教不会 两次教不会 三次教不会 教多次了他就会 如果你就不教他 他就坐在那边 他跑来跑去 你也不理他 他以为这边是玩的地方 所以他每次来教一个要玩 他变成习惯了 那我们大地也是一样 我们大地也是一样 我们大地也是一样 我们大地也是要知道说 这一段时间是崇拜时间 不是我们讲话的时间 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起来走动的时间 不是我们可以接电话的时间 聚会时间 崇拜的时间 我们不要接电话 在我们那边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的 绝对不会有一声 它是 没有那个声音 绝对没有 我们会堂外面都有一张 一张那个 聚会时间 请将手机关闭 以尊重聚会人做礼拜 就贴教员 进来的时候提醒他一下 我这个手机还没关 或是我这个手机还没有把它转成 这个震动 久了之后大家都习惯了 只要你照会上就是把它关机 或者是把它转成震动人 这样子的话 不会影响到整个聚会的秩序 也不会影响到别人 也更不会有讲到讲道 这是相当重要的 这是聚会的规矩 那这个规矩如果能够弄好的话 教会渐渐就有那一种 崇拜的气氛 崇拜的那一种感觉 来不只是听道理而已 来到这个地方就好像说 来到圣地 来到神的面前 我要拿我最好的心 最好的举动来敬拜神 那这个会当里面就是有一种 敬拜的那一种 那一种现象 这也是一门学问 叫崇拜学 崇拜学 崇拜学 比如说我们聚会的时候 也不会随便乱发出声音 不会随便乱发出声音 像我们累了 会打哈欠 打哈欠绝对没有声音 我们这边打哈欠都很 声音都很大 没有声音 打哈欠可以有声音 也可以没有声音 可以控制的 有时候打崇拜都可以控制 打哈欠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种 其实这种习惯 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 但是有时候我们如果 能够把它稍微改进的话 这个整个教会聚会之期 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那我走过了几个地方 大概都有这种现象 那我也跟福建那边的人这样建议 其实会堂里面 要有那种敬拜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台湾上面讲到 都会觉得 好像这边也讲话 那边也讲话 那边也讲话 没有那种敬拜的感觉 就是在敬拜上 我们需要去追求的 进到会堂里面的机会 这个地方就是敬拜 在敬拜的时候 神在当中 我们要用我们最安静的心 最虔诚的心 最好的那一种敬拜的仪式 来向我们这一位圣洁的神来敬拜 所以有时候 在基督的时候 常常这边也想那个手机 那边也想手机 有时候我真的想说糟糕了 那我被这个手机炒了 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会被炒掉的 那讲到如果被这个一炒的内容 就会不一样 心会被乱掉 那讲到的内容可能也有一些 本来是准备的很丰富的 结果被一炒就打断了 打断了之后就好像说 为了把这个时间拖过去吧 就这样拖过去 那内容就不是很 会被影响 所以我们在崇拜聚会的时候 就是要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去教导我们的信徒 建立起一个 就是真正用心来崇拜的那一种感觉 当然这个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说三年两语 一年两年就会改变 过去我小时候也是一样 我小时候也是有这种形式 像现在这种状况 交往里面的时候 这种教导 但是要教导 慢慢教 教到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知道到会堂里面来就是这样子 那成了一个气候之后 大家来了就这样 那聚会的那种品质就会上升 那聚会品质一上升 讲到的内容一定比原本 以前的那种内容还要整个 因为不会被炒 不会被影响 那你准备的人就能够把你所准备原本本的 并且能够超越你所准备的 因为你有更好的环境 让你有更多安静的时间去思考 你就能够把更好的道理讲明出来 这是聚会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也是一种学习 因为我们聚会不只是听到 也是在崇拜 这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 崇拜的话 神一定要我们虔诚的心 一个有虔诚的心的人 他一定是很安静的在那个地方做礼拜 绝对不会去东加长西就要讲一些事情 我讲我的话你讲你的话 也不会再重视什么 再重视外面要给你们联系什么事情 这个手机都可以关掉 都可以关掉 在我们那个家乡 那个地方他们都是这样 除非你把它转震动 因为什么震动不会吵到别人 震动之后你也不用急得出去打电话给别人 因为现在手机都很好 它会显示对方的来话 对对方的号码 你聚会完之后再打给他就可以了 除非说你们事先就知道有很急很要急的事情 你很不好意思 那都很不好意思的 修会…… 这样子 我们那边的聚会是这样子 这是可以训练可以学习的 有这种学习的话 各人对我们在聚会表主上都会有一些帮助 好 我们再看这个十二章的二十五节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学 那个巴拿巴跟保罗办了什么事 办了什么事 办了爱心帮助犹大饥荒的事情 谁去办的巴拿巴跟保罗 所以他们把安提阿教育的爱心带到哪里 带到犹大去 带到犹大去 这是巴拿巴跟保罗办 他们变成是安提阿跟耶路撒尼犹大全体教育的一个联络 有时候我们也应该是别人跟别人之间爱心的联络 借着我们让彼此之间爱心能够互相得到回应 互相得到帮忙 互相得到造就 我们也要常常做这个工作 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爱心没有办法护出去 没有办法让别人感受得到 我们要常常做这个工作 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四只手 四只手 我把它写在黑板上 四只手 很重要的四只手 一只手 西律的手 西律的手是什么手 这在教会里面有没有 第二只手 彼得的手 什么手 受困的手 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烦烂 好像比乐的手 本来我们可以做很多功能 现在遇到了很多困境 被绑住来 第三个呢 什么手 教会的手 教会的什么手 代祷的手 代祷的手 我们看见教会的圣工有些阻碍 有些阻碍 我们的童工有些困境 没有办法放心的去做工 教会要什么手 代祷的手 要堵着去做代祷的工作 再来第四个手 什么手 大家想看看 还有一只手 还有一只手 还有一个手 神的手 神的手 蛤 蛤 蛤 神的手 施舍 施舍 施舍他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物件 什么手 天使的手 其他其他其他那个啊 天使的手 天使的手 天使的手是什么手 天使的手 天使的手是什么 福音的手 福音就是说 神差派他来 叫醒 彼得 把彼得救出去 福音啊 新伯来书第一章十字节不是讲吗 天使是福音的年 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有没有 新伯来书第一章十字节 所以这四只手啊 哎呀 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看得见 那这四只手当中 这一只手 从谁来的 撒旦来的攻击 犀利的手 撒旦来的攻击 所以 对我们有一些影响 犀利的手 常常是 外来的攻击 或者是 面部的攻击 或者是 面部的不可命 这都会 对教会有些损害 撒伤 好像犀利 砍了雅各的头 抓了彼得的手 这应该在教会里面都会有 都会有 第二个彼得的手 就是同攻受困的手 教会有很多圣攻要推动 但是绑手绑脚 因为有犀利的手 再受困 把我们的工作都把他捆起来 好像彼得被抓 他想传如意 可以吗 不可能 被抓 换在尖刀里面怎么传如意 不可能的 教会有没有这种现象 有 有这种现象 有 要做的 这个手 能力很强的 但是被困住了 被困住了 怎么办 还好 我们有教会的手 为他带导 所以我们有看到教会有困境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举起带导的手 举起带导的手 这个手非常重要 当你的手举起来为他祷告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整个带导的功效出来 如果大家都随便 你好 你怎么样都没关系 大家都不愿意付出这个时间 付出这个心来祷告 为圣宫来祷告 那肯定这只手永远都是受困的 那这只手永远受困的话 没有工人 没有人来做这个工 当然福音就没有办法转不去了 所以这个手可以让这个受困的手 怎么样 解困 好像教会会彼得窃窃祷告 彼得就从监牢里面出来 那代祷的手有了 神一定会拆拜什么 拆拜天使的 帮助我们 所以一祷告 彼得窃在监牢里面 天使就伸手拍他 欸 起来了 不要碎死了 起来起来 赶快出来吧 天使的手就出现了 没有带导的手 就没有天使的手 所以教会 我们从这整只手来看 这只手很重要 但是受困了 还好有另外一只教会的手 帮助这个做工的手来祷告 他就可以结婚 一祷告 神就拆拜天使的手 帮助这手工的手 那彼得一出来 又开始去传入音乐 福音就带到哪里 带到其他各地去 所以这一章里面 有四只手 我曾经讲过这个题目 四只不同的手 你是哪只手 四只不同的手 你是哪只手 我们要先检讨自己 我是哪一只手 我现在是不是西律的手 常常让教会驻动的人 有没有 教会因为有你在 所以教会常常驻动 哎呀 这个人如果不在这里多好 如果你是这只手的话 我看你要被蛇咬就死掉了 很危险 这只手很危险的 神会出新华的 你是彼得的手 但是受困了吗 有人是很有恩赐的 但是受困了 受什么困 不是别人把你困住了 是你自己困住了 被家庭困住了 被这个困住被那个困住了 不是别人把你困住 而是你自己困住的 或者说受到环境就困住了 没有关系 教会如果看到有这些东西 就被困住了 教会要为他绑绑 比如说我们发觉 这个童工他很有恩赐 但是被很多东西给他绑住 他没有办法出来 怎么办啊 教会为他祷告 主耶稣啊 你要让这个童工 能够勇敢的走出来 让他能够为主耶稣多做一点功 因为他有这个恩赐 他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吗 可以啊 像这些教会 为彼得变观起来祷告 彼得传儒一定有恩赐 他出来的话 福音传得很快 就为他祷告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一个 一个童工 或是一个信徒 他应该可以出来做工 但是他没有办法出来的时候 就是 他就是彼得的手了 怎么办 祷告感动他 就觉得说 为他解决这个困难 他就可以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不去做祷告的工作呢 对不对 天使就因为教会的祷告怎么样 出来成全这个工作 你得本来受困难就被教出来 就被教出来 这是我想我们在《使律经刊十二章》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很多 学习很多 那我就把这支支手介绍给大家 大家想一想你是哪支手 想一想 没有这支手就好了 今天他手都没关系了 但是少了这支手变成三支手 三支手也不好 三支手是爬切的 对不对 四支不同的手 只要不是犀利的手 只要不是犀利的手 都对教会有帮助 所以我们先检视自己一下 我的手是哪一种手 我的手是哪一种手 好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那我们一起做祷告